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前Dota 2创意工坊工具为Alpha测试版 是面向开发者的一系列工具 用于创建 游戏 分享自定义地图与游戏模式 本工具对系统配置要求较高 当然 后续所有用户都将可以使用Dota 2创意工坊工具进行制作与游戏 与此同时 官方还开启了招募地图作者的活动 优秀地图作者将会获得协议分成和官方扶持 制作优秀的RPG地图不再是义务劳动 全职作者将不再是梦想 由完美世界旗下祖龙工作室开发的3D玄幻网游 即将于近期公测 官方曝光了游戏的手段C机 展示了男女主角的打斗场面 完美国家作为完美国际的续作 将POV英雄体系以及格斗元素融入了职业设计当中 同时 全面升级了战斗引擎 角色实现移动战斗施法 同时 副本系统加入了新的探索模式 更加考验团队协作和应变能力 近日在索尼TGS预热新闻发布会上 Tagcom正式公布了生化危机系列的新作 生化危机启事录2 目前游戏还在前期制作阶段 公布时放出了一段黑白风格的预告片 游戏将是秉承生化危机启事录 但故事和人物设定都将是全新的 目前已经确定游戏将登陆PS4平台 至于其他平台 目前还不得而知 不过之前游戏曾经在Xbox网站泄露 从这一点来判断 游戏很有可能登陆Xbox平台 本作将于2015年初发售 因为Xbox网站和PS4的发售 因为Xbox网站和PS4的发售 次世代 所有游戏的画面 特效和表现力 都比上个世代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从目前已经发售的游戏来看 无论是从特效还是画面上 都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游戏水平 而作为知名的辐射系列最新作《辐射4》 我们有理由相信 它将为该系列开启全新的篇章 因为像《命运》《巫师3》等开放世界的RPG 已经把这类游戏的水准 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小编我认为 这也给辐射系列的开发商 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B社之前曾表示 手头上那些最炙手可热的游戏 都不准备推出新的DLC和续作 再加上之前要招聘大批的游戏编程 和关卡设计师 因此小编我推测 开发商很有可能 再为辐射4保驾护航 准备开始新作的制作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认划